当当当 上课咯 台湾的教育制度 从九年义务教育 进展到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 原本的九年一贯课纲 也在今年八月一日 换成十二年国教课纲咯 也就是108课纲 近代科技的快速发展 让传统电话进化成智慧型手机 未来也将出现更多未知的变化 我们的现代教育也应该跟上脚步 让孩子能在快速发展的未来 拥有面对多元挑战的能力 课纲 全名是课程纲要 是制定学校课程教学 教科书与升学考试的重要依据 108课纲有三大理念 一 自发 培养孩子自主行动 拥有学习与创造的热情 二 互动 学习跟不一样的人沟通与合作 创造更多不同的可能 三 共好 关心身处的环境并乐于参与 让社会越来越好 108课纲以核心素养为主轴 不只学习知识 也看重能力与态度 108课纲期待每一个孩子 都能依照自身特质发展 养成自主行动 良好沟通互动 积极社会参与的素养三面向 最终成为有能力活用知识的终身学习者 教育的目的是希望成就每一个不一样的孩子 108课纲让拥有不同特质的孩子 在学校课程与社团活动可以多元探索 动手操作 发展自己兴趣的潜能 带着满满的热情与能量往下一阶段迈进 108课纲帮助孩子成就更好的自己 在人生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